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和丈夫皮特讨论家庭经济情况以及打算搬家的事宜 皮特说自己并没有那么多钱来支付房租 但是为了男主可以便捷的治疗 还是答应了金发女在外面找房子 没过几天 金发女就在离医院很近的地方找了一个很便宜的房子 涛哥说了很多遍了 房子便宜没好货 好货不便宜 这么便宜的房子不是死过人 就是要闹鬼 正在男主刚住进去的当天晚上 就梦到地下室有一个满身是血的人 男主一下子就被惊醒 随后在选房间的时候 男主选择了地下室的房间 里面还有一间打不开的仓库 金发女表示很不理解 男主却说是这个卧室选择了自己 金发女听后是一脸的懵逼 没过一会儿后 家里的其他成员也都搬来这个房子居住 当天晚上 男主似乎又看到了仓库里的那个人和一些正在进行的实验 随后就被惊醒 男主刚睁开眼睛的那一刻 房间的门默默打开 男主走进去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直到第二天上午被弟弟和皮特给发现 当皮特参观完这一切后发现 这里以前曾经是一家殡仪馆 晚饭的时候 皮特本想安慰家人不要受这个地方的影响 要好好生活下去的时候 男主突然看到了以前通灵时的景象 变得很是紧张 第二天 男主继续被送到医院治疗 偶然间认识了身为牧师的老头 老头还为男主留下了一张名片 以备不时之需 当天回去之后 男主又在自己的床边见到了那具被灼烧的尸体 正打算问他需要什么的时候 男主的脑海里似乎闪现出被火灼烧的场面 然后那具尸体消失不见 接着男主和弟弟妹妹玩捉迷藏的时候 男主和短发女发现了一些死人的照片和一些放在盒子里的干眼皮 真是让人鸡皮疙瘩掉一地啊 两人觉得很是奇怪 于是就去图书馆调查了一下这个房间的历史 发现这个房子之前是一个医生的太平间 而且这个医生似乎有些变态 他很喜欢精神研究 而男主之前看到的那个男孩名叫乔纳 也是医生的助手和灵媒 经过很多次的灵媒 医生和乔纳越来越有名 到最后连哈佛的教授都为之折服 但是好景不长 在某次通灵的时候 除乔纳以外 医生和其他的通灵人员全部死亡 乔纳也不知所踪 最后在人们修公路的时候 发现本营待在公墓里的一百多具尸体居然都不见了 而且没有人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最后男主将之前在医院认识的牧师请了过来 让他帮忙处理这件事 但是中途却被回来的金发女给赶跑了 而牧师也只好无奈离开 当天晚上 喝醉的皮特回家后 发现家人们都开着灯睡一觉 对于没有钱的家庭来说 这也算是一种奢侈 于是皮特气冲冲的跑进去 将所有的灯泡打碎 但是没过一会儿 家里突然发生强大的电流 金发女非常的害怕 走投无路之下 请来了之前的牧师 牧师说 只要将尸体的骨灰带走 房子就会恢复安静 但现实却并不是这样的 就在牧师离开后不久 男主被浑身写满了血色英文字母 金发女发现后 立刻加她送去了医院 与此同时 牧师在路上突然看到了乔纳的鬼魂 而男主也在医院见到了乔纳 两人同时得知 带走乔纳的骨灰 其实并不能解决这一切 那些枉死的人的灵魂还在那个房子里 两人得知后 牧师急忙打电话通知金发女等人 而男主也提着虎头回到了家 准备将所有的尸体挖出 男主回到家后 从墙壁里捣出了很多具尸体 并将它们焚烧 使他们的灵魂得以解脱 随后金发女赶到房间里将男主给救下 而那些灵魂也在感谢过男主后就离开了 就在金发女和男主面临被烧死的危险时 消防人员及时赶到将两人救出 电影到最后 乔纳出现 向男主使了一个感谢的眼神后就离开了 经过这一系列的事情后 男主的癌症居然不治而遇 而这个房子再也没有出现过闹鬼的传说 嗯 难道鬼屋可以治愈癌症吗 好了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福利到 好多小伙伴反映 找不到小涛所解说电影的资源 现在微信搜索小涛解说 关注公众号 回复电影名称 就可以获取高清电影资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